试杀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凶手第一时间被击毙了 好了 这下死无对症了 全球无数个福尔摩斯这两天正在掀起推理和侦探的高潮 现场拍摄的视频 照片成了最早的信息源 网上有一个网名叫加沙的爱德在话留学 他讲了一句话 我一下子受到了启发 他说 特朗普耳朵上一个小擦伤震惊了世界 而一次空袭中杀害超过150人却已经成为常态 他说 我认为世界已经达到了极其不人道的地步 如果他自己策划了一切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这个加沙在中国留学的小伙子他写的这段话 的确待人选为 以色列空袭加沙人道主义区 就这个区域是人道主义区 是以色列画出来的 说在这儿我们不炸你啊 但是他照样炸 一次炸死90人 炸伤300多人 这条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式的灾难 现在有几个人议论啊 大家都在指着特朗普的脑袋说 你看 那耳朵炸的 一只耳朵遮蔽了 90死300伤啊 以色列一口咬钉 说这听说有哈姆斯高官 于是他们用了美国人提供的大能量的炸弹 500磅的 1000磅的 要干就干大的 一次炸死 炸伤几百人 如此恐怖的事件啊 全世界媒体发现迟钝 有些媒体只抱了个豆腐块 有些媒体一句话简讯 有些媒体在其他新闻中捎带了一句 而特朗普这只耳朵铺天盖地 大家想想 一只耳朵遮蔽了几百条生命 这个世界确实是有病了 何等荒唐啊 以色列杀人 如同当年日本侵略者一样 相当专业 相当精巧 相当有段位 相当有计谋 每一场屠杀都有着复杂的设计 以色列把杀人弄成艺术 如果说杀人 艺术化 希特勒当年算初级版 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算升级版 以色列如今在加沙地带大规模的杀人 借助AI算法 借助大数据 是不是可以算3.0百啊 虽然版本不断升级 但是贼喊出贼之后 适口否认等等 一些老的伎俩还在用 无非是他们之所以要炸死几百人 几千人 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哈马斯 他们只是为了杀死哈马斯 不得不杀死这些平民 问题是 谁是哈马斯 哈马斯的标准又是什么呀 这一切都是以色列人自己说了算的 按照以色列的说法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哈马斯 巴勒斯坦的儿童是哈马斯 巴勒斯坦的婴儿是哈马斯 联合国救援组织 你们都是哈马斯 报道这场战争的记者也是哈马斯 所以他们不但杀巴勒斯坦的平民 妇女 儿童 老人 婴儿 联合国工作人员杀了100多 国际救援组织照杀 记者也杀死100多 这就是以色列 当他们准备把那些驱赶到某一区域当中的老百姓 集中起来屠杀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是哈马斯 英国广播公司核实了袭击事件发生前后的视频 证实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国防军网站上明确显示的 人道主义区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 说他对生命的确实感到震惊和悲伤 古特雷斯谴责杀害平民的行为 并强调必须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但是联合国秘书长说的话有人理吗 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啊 以色列国防军 他们是不管那些被炸死的人当中 到底有没有什么人质的 他们要的是复仇 他们愤怒的火焰从眼睛里面射出来 那是地狱式的火焰 杀人的快感已经彻底捅射了他们的灵魂 趁着特朗普的一只耳朵遮蔽了所有的信息 除了快快的杀人和占领更多的土地 以色列已经完全忘记了生存的意义 在外人看来 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支持 他们不怕天怒人怨 如果说以色列是撒旦复活种族灭绝 那么美国就是以色列种族灭绝的世界上最大的 唯一的苛持的帮凶 但是以色列政客并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拜登对他们的支持还不够 因此制造一起枪击事件 并嫁祸拜登特朗普上台 会更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我说的这句话请大家记住 这是一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媒体 他们的一种看法 他们认为对两个美国总统候选人 一拜登二特朗普 他们更愿意特朗普上台 因为他们认为拜登现在已经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支持以色列杀人 他们觉得还不够 而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 那以色列会更滋润一些 所以有人怀疑犹太人的势力 他们有理由杀死特朗普 当然了恨特朗普的人多了 更重要的人包括就是脑袋有问题精神病也不排除 因此到底什么人派凶手干了这件事 当然也不排除凶手自个就想干这件事 现在这事还为时尚早还说不清楚 最后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犹太势力对这起枪击事件是不是会有兴趣 拜登下台 特朗普上台 对以色列会不会更有力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兰 再见